这个在宗科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中 后半部几页里面 专门地散述了换身 换身要练到五岁童身 你们家都有过五岁的小孩子 五岁的孩子的童身不坏 五岁童的童身不坏 这叫圣阴身 在这个身体再慢慢地成长 成就法界 罗汉身 声闻圆觉身 菩萨身 佛身 这个是在我们密宗道次第广论中 后半部只讲了几页 关于换身 那么但是宗科巴大师在这个细节里面 特别强调说前面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你修菩萨道的菩提道 就是属于理通这个部分 后面是密宗道次第广论 叫世通 理通就是你懂了那个道理 成佛的道理成菩萨的道理 世通是你真能做出来 你懂得泡咖啡 那你给了你水 给了你咖啡 你泡不出来 这个只通理 做不成事 你先要懂得怎么泡咖啡 然后在能够给你材料的前提下 你又泡成了咖啡 这个叫世通 就是世上你能做到了 所以我们知道有阿罗汉有菩萨 阿罗汉是怎么成的 菩萨是怎么成的 这叫理上通 甚至大部分佛教徒连理都不通 那你不通理 你世上怎么做出来 怎么称阿罗汉 怎么称菩萨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大家接触的佛教乌颜障期 到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壮 大家都被误导了 太多了 什么是佛教 阿弥陀佛就是佛教 想起来念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佛教 要成佛 要成菩萨 这是佛教 怎么成菩萨 怎么成佛 不懂 我们叫不懂 人家叫普通 掉水里去了 你堕落了 你表面是你佛教徒 你普通掉下去了 掉到六道轮回里去了 又落水了 又落六道流里去了 所以你不能不懂 你只有懂了才能不扑通 否则你就扑通掉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搞懂 搞懂就要求明师 日月的明师 这是你们修佛法的第一 第一个障碍要突破 这个日月明师 不是名气大的老师 是能够教给你 礼仪上怎么快速的通 不要说跟这个师父 听了十年二十年经 还没搞懂佛教 你冤枉了 你走错路了 为什么 这不是你的老师 因为他讲着你不懂 但是你为什么还跟他 因为名气大 名气大 这是有名的老师 但是这个没用 为什么 跟你不应激 不能说人家这个人不是明师 这个人不够厉害 是你跟他不相应 因为你听了十年二十年 你还没搞懂 你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什么 你要找一个能够快速的懂的 按老师一说 明白了 好 明白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你明白了怎么泡咖啡 是不是就完事了 不是 你要去学着做咖啡 越做越香 越做越好喝 越做越精道 比别人更厉害 这非得靠技术方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实证 真正的实证 这一层叫换身修法 换身修法 这是 明白了 唯弹